认为抗美援招战争是小赢大叔的人,我们真的该抽他几个耳光。 中国军队,在66年前的11月25日,发生在三千里锦绣江山的上甘岭战役战役结束,这场战役打得可谓是惊天地气鬼魂美军在火力、素养、技术和战术等方面,强大的几乎无懈可击,却在3.7平方公里上,被中国军队狠狠地打败了。 打破勤劳不可破的神话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200多万志愿军官兵攀战上甘岭,就是高筑在中华民族心灵上永不坍塌的英雄祭坛,然而却有人称抗美援朝,中国是踩上小赢大叔云云。 时这种观点的人在66年后,还理解不了开国领袖的战略眼光,连各事后诸葛亮都不是。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对于中国抗美援朝分析原因是说,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施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 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 开国领袖约见民主人士周氏昭实说,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圈条。 但这百条圈条的理由,不能笛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因为他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 1955年,中朝双方在武圣山后面的平康军福西镇,修建了一座上甘岭,烈士陵园除黄继光,邱绍云等著名战斗英雄外,共有1.2万烈士全部安葬在这里战后。 在阵地上清理烈士的遗体,只能按脚上的鞋子来区分穿皮鞋的是美军和韩军,穿胶鞋和布鞋的是志愿军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 中国军队的两个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他们就偏偏忘记了一点人是无法推演的人的精神是没法推演的,他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使所能迸发出的力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黄继光,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我们可能记不住每个英雄的英明, 但我们知道他们正硕古今的伟大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军队中,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能够超越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们是真正的军队之王这一战一起中国人百年来外战旅败的耻辱,为中国在东北亚争取了一个有利的地缘环境其意义之巨大。 无论怎样的高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这一战让全世界了解到中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孱弱的国家再也不能被随意侵略这一战, 打出了国际地位,打出了中国气节,打出了现在祖国和民众的幸福生活。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福斯通拍的《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时集的纪录片中,谈到越南战争的时候提到一个小细节, 当时中国警告美国不准快过越南的北纬17度限制使得美军在消灭越南军队时受到很大限制。 有人在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面前提出不理会中国的警告跨线追击。 约翰逊的反应是破口大骂提建议的人说了一句,天知道中国人能干点什么出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到北京来拉拢中国。 你以为尼克松是随便谁都愿意屈尊主动跑去的吗? 没有朝鲜战争打出来的对手的尊敬有后来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吗? 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尔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回首六十多年前那场半岛上的战争总是让人无法释怀。 18万志愿军烈士家属的心中更不用说了, 亲人的尸骸还有许多埋在异国他乡。 对于那些质疑,该不该打这场这战争的人, 真该抽他们几个耳光。 谢谢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